长达30年的美日韩芯片之争 谁才是最后赢家 上期讲到韩国三星偷失东之后 吊打日本半导体企业 1999年 日本将仅剩的日历 三菱机电日本电器 三家公司存储芯片业务合为一体 组成尔比达公司联合对抗韩国 这可以说是日本半导体最后的希望了 而此时芯片产业有了新的趋势 研发底层IP设计 制造三者已经分开 媒体都跟韩国合作 把日本彻底孤立 日本没办法像美国那样 用政治和法律帮自己打压对手 尔比达刚推出新品 就遭到三星阻击 压大业大的三星大打价格战 存储芯片价格由此一度走低 到2012年 仅为原来的四分之一 尔比达终究没能一碗颓势 负债89亿美元宣布破产 日本主导的半导体实战结束了 三星开始接管比赛 击败尔比达后 韩国人庆祝了很久 他们以为自己站在了世界之间 但堂郎补缠时 往往身后的麻雀视而不见 美国从来没有忘记 韩国半导体企业 1997年金融危机棋选亚洲 索罗斯趁机带着国际吵架 猛攻韩元 把韩国政府逼到了破产边缘 韩国迫不得已 只能寻求美国IMF帮助 拼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IMF迫使韩国开放市场 华尔街趁机收购深陷危机的 韩国企业股份 在IMF帮助下 华尔街吃掉了 韩国数十年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星这块肥肉 被花旗伯跟大通 在华尔街金融大恶分时 现在三星有55%的股权 是被美国控制的 更可怕的是 掩掩一息的日本企业 美国也没有放过 2012年 美国没光收购了阿比达 日本存储芯片最后的希望 就此覆灭 美日韩在半导体行业的殊死搏杀 只有美国想到了最后 面对后起执秀的挑战 老美从不会顾及什么脸面 他愿意花十年 二十年去对付敌人 不杀死对手 绝不罢休 就在韩美日争夺芯片 正的憨实